為推廣傳統陶藝及歷史文化及公益技法 南投陶藝學會 此次陶藝接力展 邀請到陶藝大師張淑宇老師來舉辦創作展 我們陶藝大師這次張淑宇張老師呢 特別在我們南投縣受搖來展出他的一個作品 我們看到陶藝其實在我們張老師的一個僑手之下 可以說是相當的生活化 以及一直對他的作品可以當中的喜愛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的人生活很緊張 壓力也很大 但是張大師的作品就是可以讓人看下去 你可以靜下心來好好的沉澱一下 包括他是用泥塑人物的一個方式 那麼都相當的可愛 所以說讓人家看了以後 他的作品都停住的不想離開 展覽我最主要的一個主題是座望三年 那這個展覽的主題雖然以前有展覽過 但是我覺得 這麼一個能夠讓人家沉澱的一個意象 讓他可以在很緩滿的一個社會形態裡面 在不斷地重複來提醒 提醒觀看者跟自己 我們必須經常地在很緩滿的生活形態下沉澱一下 然後讓自己好好的看看自己 張書宇老師所創作的作品都是用尼索的方式所做出來的人物 老師希望在現在這麼忙碌的社會 大家可以放滿腳步沉澱自己 展出至10月3日 歡迎大家勇於參與體驗陶藝之美 我想說張大師他本身的一個內涵 然後投注在他的作品當中 讓我們能夠透過他的一個美學 將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 我想在他的這個展示當中 我們可以深刻的感覺得到 那麼在這裡一如 邀請我們所有鄉親和朋友 可以來看我們張大師的這個作品 我想一定給我們對於 我們陶藝有更深一層的一個認識 希望透過與作品之間的對話 提醒現代都會生活的人們 也該停下腳步 享受悠然自在的日子 也透過對藝術作品的欣賞 進而提升一文涵養 明信文簡一分南投採訪報導